要我说帮孩子收压岁钱真心的是太不容易了 真是不小心就会成为那个说压岁钱都给你留着的骗子了 但你说你是压岁钱都在孩子的手里边 他能有好吗 这不江苏苏州就有一个有魄力十足的孩子 二年级他开学报道 他就给全班同学和老师带去了万元惊喜 两万多的现金给老师和同学们发红包 这出手哪是小学生的手笔 我都想跟他当同学了 学生家长表示了 老师打电话来才得知此事 拿去的都是孩子的压岁钱 已经批评教育了 要我说孩子啊 你一定得好好学习啊 长大有出息继续发大红包啊 哎呀看我又嘚瑟了 忘了面对这个手持巨款的这个孩子是吧 这鸡娃咱们还得是适可而止 要不真容易跟下面这对父母似的 这鸡娃不成反被鸡啊 我老婆平时上班很忙 所以呢一下班就想放松 但是他一点休息余的时间都不给小孩 所以孩子老师多少我们太双标了 年前呢 儿子就同学家来 他们家书柜里 还有好多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家长相关的书籍 他就把这个鸡汐钱攒下来 让他同学把家里那些同学妈妈看的书都拍下来 一张一张照片来发给他 那就说明老长老长了 他就拿我手机来说要用那个淘宝拍照找书 就把他同学家那些同学的书找到了 然后都买下来了 这小子还给我50块钱红包钱 说一定要自费送书给他妈妈 我真是鸡娃不成反被鸡 他这两天也准备开学了 我接下来和他一起好好学习嘛 他买的我还是会去看的 当一位好妈妈 我也会和他妈妈一起好好学习的 不然呢下一次可能被教育的就是我了 哎呀我这也是真不知道 该可怜天下谁的心了 是吧大家的这个压岁钱 或者是家里孩子的压岁钱 都是怎么花的啊 欢迎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 这些参与的方式呢 就在屏幕的下方 我在直播间等你来分享